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任内第一次国情咨文 美国国会罕见出现一个景象 全场几乎人人身穿蓝色或黄色 象征乌克兰国旗的服装 也有人在胸口贴上乌克兰国旗标志 第一夫人吉尔则是穿上一袭蓝色连身裙 象征对乌克兰的支持 如同先前白宫宣布的俄乌战争 就是拜登的演说重点 一开场拜登就重炮狂轰普丁 拜登在演说一开始多次提到乌克兰 并赞扬乌克兰人是在向全世界发出正确的信号 期间全场不断响起掌声 乌克兰大使也起声接受鼓掌 拜登接着宣布已经金元乌克兰10亿美元 大约新台币280亿 但拜登也赶紧强调美国不会出兵乌克兰 拜登宣布扩大对俄罗斯制裁 美国将关闭对俄航班领空 拜登说普丁以为美国和北约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 不会有所回应 这是大错特错 侵略者终将付出代价 整段国情咨文大约一小时 拜登花了将近半小时在讲乌克兰 后半段则将焦点转回美国的内政 拜登大打经济牌 承诺他的施政重点 将解决供应链和失业问题 并誓言美国将生产更多的本土制造商品 不过演讲期间也有小插曲 拜登几度讲到激动之处 不时大声咳嗽 但全场几乎没人戴口罩 不过在拜登演说之前 有一项ABC广播公司民调显示 拜登支持率再度下滑4% 创下民调机构调查以来新低 只剩下37% 这场国情咨文 拜登紧抓机会大内宣 试图挽救低迷民调 记得张力报导